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國防主席李明清 這次的論壇 希望金門加油 我是中華海峽和平網秘書長李立貞 金門和平試驗區加油加油 金門縣海峽兩岸共識協會 金門加油 今天非常開心 在我們的2019 4月19號跟4月20號 我們這個金門兩岸共識協會 邀請了很多來自兩岸三地 還有港澳台的一些嘉賓 只為了看能不能讓我們金門縣 可以成為和平的實驗發展特區 來做一個試點 那這個可行性我們成立一個論壇 那今天我們論壇已經結束了 非常開心 我們有一位來自中國浙江萬里學院 張權毅張教授張博士 他也是參加我們兩天的論壇 那我是這兩天論壇的司儀 我是陳子雲很開心 最後我們來專訪這位 來自中國的浙江的一位教授跟博士 我們掌聲來有請 縣長的朋友掌聲有請 那請問一下張教授 您這一次接到我們這個不可能的任路的時候 您心裡的想法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不是不可能的任路 而是一種潛在的 而且有希望的這個路線圖 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金門 應該說這一次到金門之後 發現他與大陸之間的距離更近了 尤其是精神上的距離 那這麼我們這兩天呢 我們為了這個專題 金門是不是可以成立兩岸和平 實驗的一個發展特區做一個試點的這個論壇 這兩天論壇之中 我們邀請了很多陸委會的張金玉 張前主委還有很多與會的貴賓 那希望您在這兩天的論壇的一個商談之間 當然您也在台上做了很多你的論述發表 那這兩天已經很開心的論壇結束了 那針對這兩天的結論 可不可以請我們的張教授 給我們金門縣還有我們所有台灣的人民 做一個你心理的想法跟一個抒法 金門很有希望金門很有發展 願金門的前途更美好更穩大 更展横城萬里 很開心他是遠從浙江寧波市過來的一位 非常很高的一位學者跟長官 那在這邊我們還是祝福你以後 在你們中國的領域 我們大中國的領域 你的學術可以越越式的發展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是不是也把我們這些 今天這兩天論壇的一些長官 跟一些與會的嘉賓 給的一些對我們金門縣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論壇的一個結論 可不可以幫我們帶到中國 讓我們中國的一些長官啊 跟一些中國的人民 可以知道我們金門縣很想極力發展 只為了看能不能讓我們整個大中國 不管是未來及現在也好 我們先從金門縣來做一個試點 來成立一個和平的一個實驗特區 然後讓所有全中國跟台灣的朋友 都很開心地在這邊生活著 那您的論點是如何 非常贊同呢 你用大中國 或者大中華這個概念 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 北來就是一家 一個家族 一個家族 所以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呢 我覺得呢 金門和夏美或者金夏和平區 是大有希望的 我們這次北之論壇提出 這個 儲備的這種 設想 我覺得呢 與習近平主席發表的 關於台灣的講話呢 很切合 尤其是呢 立於我們當下的這種金門當地的縣裡面所採取的一些發展規劃 所以我相信呢 在兩岸的同仁 兩岸的專家 兩岸的這個有志志士的努力之下呢 我們今天這個設想呢 一定會實現 傳達到我們的祖國 然後讓大家曉得 我們只為了和平做努力 因為我們金門縣是台灣一個非常小 拼臨我們祖國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可以順利的成立這個和平發展的實驗特區 對於我們整個大中國的環境來講 對於全世界 大家都在看 中國到最後 必須要怎麼和平來共處 一國兩制 九二共識是上頭 他們在討論的 我們一般的縣民子民 你都沒有辦法去討論這麼大一個方向 但是如果是在一個大中國的前提之下 兩個可以平行的一個政府的一個對待 也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一個大中國 那就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最帥的我們的張博士當教授 很開心陪我們兩天做了這麼好的論壇 也希望你把我們這個論壇到最後 其實我們有幾個共識 是不是可以推派一位做和平大使 再來是不是可以成立金門跟廈門 來以八二三這個紀念日來成立一個和平中 敲醒和平中 讓所有的全中國的朋友都可以來我們金門做一個 兩岸和平的馬拉松路跑 你覺得這個告訴我們的結論這個方向可行嗎 當然可行 我覺得這個和平成業吧 或者是叫做和平發展區也好 你說的是正在出化 實際上我覺得已經正在進行狀態了 是啊 這個改革開放這個三十年來 尤其是近十年來我覺得兩岸的關係 雖然有破綻 但總的方向是我們是向前發展的 但是呢 對 所以這個詳意是正好是有利於我們兩岸 共同的發展 共同地界和平 正像我今天在會議上所提到的 要向往前走 那麼我們要兩岸要共同 要有一個共識 要有認同 這個共識認同怎麼達到呢 我覺得要有幾個理念 第一呢要站在一個更高的這個格局 那麼當下的格局呢 不是二十世紀大戰後的格局 也不是911之後的格局 當下的是共同發展共享 尤其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呢 正在走行全球治理的中心 所以這個中心呢 不僅僅是大陸的公共 那麼也是我們台灣的這種自豪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家嘛 是啊 這是一點 兩岸本同家 第二個方面呢 我覺得呢就是我們還要有超越 雖然我們是有了一個格局 但是呢 畢竟呢 兩岸分割的這麼多年 兩岸的青年 還有呢 這個黨派之間呢 有很多認同領域需要克服 所以呢 我們要有超越 只有在超越的基礎上呢 我們才有發展 那麼你要問超越什麼呢 我覺得首先就是國家利益要有 但是呢 這個主權各方面的呢 我們也要有超越 這個方面呢 九二共識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 很好的文件 很很好的一個年合計 一個橋樑 第二個方面呢 這個黨派之間也要有超越 那麼這個牽涉到其他的合作的種種呢 需要我們要有一種新斯文 只有新斯文呢 才能發展 最後一點呢 我覺得我們有了這種認同 還不行我們要有践行 我們要有行動啊 我們要有細化 所以今天大家也提到了 金門的很多這個同仁呢 要提到的 要以夏美在這個旅遊房產 甚至股票甚至婚姻啊 你們提到的很多很多 思想的方法 小四通小五通等等啊 那麼我這些就是很好的這個想法 可以探討 可以實驗 可以實踐 那麼只有這樣呢 我們才能發展 這也就是我理解你所提到的這個 和平大使的意義 和平大使或者和平發展區的意義 是是是對 那我們今天不為什麼 這麼多與會的貴賓 今天將近一百多來位 來自兩岸三地 還有港澳台的很多高級官員 他們只是想為大中國來做努力 那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還是希望所有 在視頻上看到的好朋友都知道 其實我們中國 不論是大陸的官方的朋友 還有我們一些金門的 甚至台灣的朋友 都只是只為一件事 我們只為和平做努力 不會再有戰爭 我們一起為大中國努力 好不好 好啊 中國加油 台灣加油 謝謝 非常開心 這麼多與會的現場來賓都還在 那我們最後 就是為我們金門做一個祝福 好不好 好啊 金門縣海峽共識論壇 金門加油 哇哇哇哇哇哇哇 你十三百萬 幾年 拿大版頭 哇哇哇 ис 很厲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